台中李先生 我來接聽觀眾朋友的電話 首先台中李先生 你好 請說 各位來賓大家好 這個 李人不是好欺負的 李人不是弱者 如果你讓他覺得他一無所有 讓他講真話的話 大家會吃不完走走走 請李副總統向人為國少說一點 第二點 那個中華商業銀行 只剩下一個空殼子 他自己公司中國綠霸 好我們 謝謝李先生 我們剛剛您已經講過一次 我們時間趕快讓給其他的觀眾朋友 因為大家都在等 繼續接是新莊徐小姐的電話 您好 請說 主持人你好 各位來賓大家好 這個李副總統他做七年的話 他 他如果少講話就好了 還有就是說民進黨這次出選 不錯啦 國中兄 我都很支持你 都有看你的COIN 還有進你的廣播 好 你講的都很對 謝謝 還有就是說 那個 那個國民黨 那個 如果說要批評民進黨的話 我們 我們都會一直支持民進黨就對了 好 謝謝徐小姐 好 那麼接完觀眾電話 我們要來看到說 為什麼今天對民進黨來說 大家會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這個 不是總統的初選已經結束 大家不是大團結嗎 到底是團結是天王寒寒而已 下面沒有在遵守嗎 那麼現在初選呢 特別是立委的初選 陸陸續續呢 選區呢陸陸續續會開出來 到底誰上誰下 那麼大家這幾天關注 是所謂的十一寇還有新潮六席的成員 好 中間落馬的機率蠻高的 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大家都有話要講 但這個時候呢 見人講話適當嗎 民進黨的秘書長林佳龍說呢 初選落敗者是沒有堅持 民進黨的核心價值 根本是投機派 我們看不起 好 這麼樣的說詞出現在報章雜誌上 今天當然立刻引發大反彈 但林佳龍說他不是笨蛋 怎麼會這麼說呢 是媒體新聞操作 算章取義 一話節目 十一寇相繼落選 歸咎排來民調害了他們 負責初選制度的民進黨中央 秘書長林佳龍有些不平 平面媒體轉載 很多人初選沒上 不是因為他們是改革派 而是他們沒有堅持 和宣揚民進黨的核心價值 變成投機派 因此看不起這種人 直接將落選者定位為投機派 如此言論引發軒然大波 林佳龍緊急找來媒體澄清 對於他那個標題的處理是明顯有剪接 把不同脈絡裡面的發言 把它剪在一起 我沒有那麼笨 去針對任何的個人或派系做這種職責 我只能呼籲黨內的同志不要上當 但就算如此 強調自己是被斷章取義 偏偏傷害卻已經無限擴大 黨團總召柯建民直言林佳龍得檢討 就連由錫坤要為子弟兵緩夾 也只能點到為止 我們大家團結一次 不管是有沒有出現 大家為208總統大選一起來努力 所以主席你有認為他這樣講 是不太適當 我已經講過了 就是這樣 那主委會跟他溝通嗎 真的是焦頭爛額 沒投入初選卻成功結目標 雖然積極呼籲同志們別上當 但該怎麼有效收拾善後 林佳龍還有得忙 三星文綜合報導 林佳龍說他不是笨蛋 他沒有特定指誰 其實在今天的中共水波報導當中 有擴得出這句話 沒有錯他沒有特定指誰 昨天在報導當中就已經講了 但今天出面做這樣的一個解釋 黨內同志們能夠接受嗎 大家痛罵這叫傷口撒鹽啊 更有人點名說應該請中職會出面了 用黨記來檢討林佳龍 媒體一團亂的追問 可前新系大佬邱毅人什麼都不說 但林佳龍一番初選落敗的人就是投機派 讓十一寇咽不下這一口氣 要求中平會出黨記處理 我覺得秘書長本身要向大家各個派系三頭龍頭好好解釋一下 因為大家有的贏有的輸嘛 我相信贏的人不會践踏落敗的一方 我想我也看不起喔 對黨的團結沒有貢獻 而在這個時候講這樣風涼話的人 我覺得作為一個秘書長 對黨內落敗的人 就是傷口殺人 而且窮扣在追 窮扣在追 我覺得非常的不適格 初選落敗還要接受黨內秘書長的批判 讓每個人都氣壞了 雖然林佳龍在第一時間透過電話 向信息澄清 可是話一說出口 似乎已經不能挽回 他認為說這個是媒體的操作 他用這樣的身份做這種發言顯然不當 他應該公開的向這個黨跟黨內的同志道歉 初選已經選得不好 現在還要被自己的秘書長痛罵投機有問題 信息與民進黨中央的裂痕越來越大 三立新聞 綜合報導 好 我們再來廣告回來 就要請來賓來分析好 到底林佳龍階段的一個發言呢 所謂何來那麼被大家給反彈之後說呢 是媒體斷章取義 每次講錯話或是說的話 也不得當都說媒體的錯這樣講 對嗎 只是同樣是秘書長的角色 為什麼國民黨的秘書長吳敦義 也成為黨內質疑的一個對象呢 黨職兼立委這樣的一個身份 到底適不適當 我們稍後回來一併討論 答案 也不不適當 操本 解決 解決 若 判決 不是 作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